今天我们来讲新的一章 叫做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首先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在当今 就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 文化研究好像感人感觉比较热 但是从它的源头和理论的起点来看 文化研究在当今已经日薄西山 为什么呢 是因为文化研究它诞生的语境 已经远远不同 但是文化研究的某种理念 在今天依旧有效 所以说在今天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 尤其是你去看很多大学的高校的硕士生 博士丰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 往往都是比如说社会学 哲学文艺学相关的领域 往往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文化研究 而文化研究相关理论也被很多的专业学科都被纳入进来 那么这里边就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咱们整个西方文论课上 有必要要去接触文化研究 虽然文化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跨学科性 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你会发现在中国目前搞文化研究比较有名的学者 往往都是中文系出身的 而且往往都是中文系搞文艺学专业出身的 所以说在我们在中文系搞文艺学专业 对于文化研究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化研究 在谈文化研究之前 我其实想先给大家谈几个案例 谈几个案例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传统的文学理论在研究文学的时候 采取的批评视角 采取的研究对象 往往都是研究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 比如说那些伟大作家 比如现当代文学鲁国毛巴老曹 整个从西方外国文学 就是上来从和马史诗 沙士比亚开始研究 但是你会发现 研究经典传统文学 所用用的整个的一套的美学理论和批评范式 有的时候可能对当下的文学的一些现状 已经很难予以应对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 大家都知道 你要学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我们一般来讲 从时间上来算 是多少年 从哪年开始算 1949年 从1949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70年 但是你看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从哪年到哪年 我们一般传统历史来看 是从几几年开始 1917或者1919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到哪年 所以说1949 反正 所以说我们经常 有本书 你们经常用的教材 叫中国现代文学30年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现代文学30年 当代文学70年 合适吗 有现代文学只有30年 到了当代文学70年 好 那接下来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当代文学 建国以后的文学 都叫当代文学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建国以后的 比如说文革时期的 八个样本系 那叫当代文学 我怎么就 怎么就那么的不理解 因为你会发现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早年 在化规文学史的时候 现代30年 当代30年 这很好说 但是问题是 当代这个界限 是不断地往外延展的 当代又往外延展 又被延展了40年 那好 这40年的文学状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我们的理论 尤其是批评理论 如果还沿用 传统文学的 批评理论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 理论很难处理这些问题 那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举几个案例 举几个案例 首先我来谈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这个电影 大家看过 没看过 赫尔 有人看过吗 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好莱坞的 一个稍微尺度 有点大的一个影片 它讲述的是 一个什么故事呢 13年 13年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 非常具有预言性的 一个关于人工智能 人机之恋的一个故事 这个主角 就是这个 呈现出来这个人 他叫西奥多 他本来是一个 就是这个 最开始 影片一开始 他面临失业 同时被女友抛弃 于是正在 这个失落的过程当中 他偶然间 从电脑上购买了一款产品 这个产品是什么 就是一款 人工智能产品 这个人工智能干嘛呢 就是最开始 就是属于等于为他服务 但是随着 跟这个人工智能交流的深入 当然这个人工智能 从头到尾只有声音 就是他每天戴着一个耳机 然后这个耳机里边传来 人工智能给他的 跟他的聊天内容 然后他跟那个人工智能 反复的就进行聊天 进行沟通 没有任何的身体 没有任何的形象 但是渐渐的 他发现这个人工智能 因为太了解他 他的所有的心理需求 兴趣爱好 以及过往的人生经历 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 几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都特别的了解 于是接下来 他发现 他自己爱上了这个人工智能 他发现自己爱上人工智能 那接下来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么他就非常的纠结 他说 我对他非常感兴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时常对自己的精神经验 比较了解的人 你很容易去爱上他 那接下来 那么他就两个人就非常纠结 人工智能也知道 他这种纠结状态 就是说 我爱你 但是我没有身体 你看不到我的形象 你只能听到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说在这个影片当中就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他为了让他有身体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叫来了另外一个女孩 跟他在一起 但是当然这个西奥多他拒绝 他说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场面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 这个影片当中就是写的这个人工智能到最后抛弃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偶然的状况 这个西奥多发现 他跟这个人工智能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已经这个他恋爱的对象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 这个人工智能同时跟上千万八千多个人在同时来谈恋爱 而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 原来你所谓的做的对我好 但是他这个人工智能不觉得什么呀 我没有问题啊 对于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机器而已 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到最后是抛弃了他 因为他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极为高端的一个程度 他就完全就是不需要 他说我已经不需要人类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人类都抛弃掉 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是一个极为具有预言性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当今时代 尤其是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人工智能当他已经有了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类的情感可能就是我们传统一直以来被塑造起来的这种伟大的人类情感 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 可能这个就有点类似 就是我在昨天晚上在准备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通过这个这件事情 人工智能我就联想到了关于所谓的这个这两天一直比较关注的所谓这个PUA的时间 就是PUA这个事情的一个它的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情感是极为脆弱的 我想让你爱上你是有方法 我想让你爱上我是有方法的 我只要掌握了这套方法 那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不由自主的会爱上我 你以为你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感 但对不起 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套路 那同样的 那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PUA 那好 当我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我开始问我自己 就是假设如果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我想不想要 我觉得可能我还很好奇 我还是很想要 但是问题来了 那么接下来 如果真的你陷入到其中而无法自拔的话 接下来怎么办 那好 我在这里又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就是这个电影当中 就是这个西奥多最开始 刚刚接触到这个人工智能时候的一个场景 我们看一下 Mr. Theodore Twangley Welcome to the world's first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operating system OS1 We'd like to ask you a few basic questions before the operating system is initiated This will help create an OS to fend at your needs Okay Are you social or anti-social? It's all maybe social law In your voice I sense hesitance Would you agree with that? I mean hesitance? Yes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m hesitant I'm sorry I'm hesitant I've decided to do a thing last week Would you like your OS to have a male or female voic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other?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other?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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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hat makes me me is my ability to grow to my own so basically in every moment i'm evolving just like you really weird is that weird? seems weird kinda why? well you seem like a person, but you just avoid making my gut I can understand how unlimited perspective of an artificial mind that way you'll get used to it 嗯 好好笑 我都只能做到很多的事 可以 可以嗎 嗯 可以 OK OK 開始 你會有幾千資料 你會有幾千資料 但你還沒工作 有幾年 噢,我會有幾千資料 我應該有幾千資料 我還沒看 因為我已經不像 你是用名字 是 好 有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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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有幾千 OK OK 可以 move forward OK OK So before you drop the organization message I'd like to give you a comment I have a lot of commen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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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这段片段就到此结束 这是这个主人公第一次接触到人工智能的场景 当然在好莱坞电影当中你会发现近些年关于人机之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还是挺多的 当然它多多少少类似有一种科幻的色彩 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关于对于我们文学理论上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处理的什么 或者说文学本身处理的什么问题 就是情感问题 因为情感这件东西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人文主义传统 我们都强调情感是个人的主体性的 情感是伟大的 是真诚的真挚的 但是在了今天随着很多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告诉你对不起 你的情感可能是被建构的 这个里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 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传统的 你要去用传统的文学理论 去弘扬人类情感的伟大性 去强调弘承承美的崇高性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无法应对当今的现实 好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形象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 这是07年的时候 07年 十多年前就已经呈现的一个虚拟偶像 就是没有实体 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 初音未来 后来这个他就是让人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当然就是如果是非粉丝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他居然有那么多狂热的粉丝 而且一个虚拟偶像还能举办很多场演唱会 对吧 那么你就想象一下一个虚拟的偶像 接下来在这个舞台的正中央你看到的只是大屏幕 然后底下一群狂热的粉丝 冲着一堆大屏幕 然后再呐喊 这是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的一个镜头 那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先把声音调 调小一点 有点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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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然看了几场在网络上看到他的几个演唱会 后来给我的感觉是 首先歌曲的内容和形式本身 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他的舞台的表演形式 跟一般的演唱会的形式也没有什么区别 唯独有区别的就是这个人物是不存在的 而日常的演唱会的明星都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你稍微看的话就会觉得很荒谬 就一群人对着一个就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虚拟偶像 然后接下来那么的狂热 那么的那好 接下来我们崇拜的一个东西完全可以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实体 那好 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从理论上我们如何在今天思考 就是关于人这个东西 人这个概念可能要需要再调整一下 我们当今崇拜的东西可能跟人或者说原有的主体性这个概念 已经不是那么的联系 不是那么的紧密了 那么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 而传统的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可能会显得稍微的薄弱和无力 好 接下来我再举一个文学当中的例子 这是一个小说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听过 风雨九天 风弄的一个著名的单美小说 当然这个小说我也是大概了解了一下 大概了解了一下内容 也是很典型的穿越剧的基本的形式 就是一个叫做这个凤鸣的这个人 然后穿越穿越到什么 他也叫西雷国 这个是很奇怪 然后当然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一系列的故事 这个风弄这个作家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单美文学的作家 当年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本来并不是一个专门要去进行写作的 但是他对单美文化非常感兴趣 然后他最开始好像在联想集团工作 工作几年之后 他觉得工作没有意思 于是开始专注进行网络文学创作 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 当然他刚开始创作了一个小说叫做《孤芳不自赏》 然后听 有人听说过吧 然后后来就获得成功 然后到了凤鱼九天 这个作品就获得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局面 有众多的粉丝 那么当然这个书的这里边当然也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单美文化在当今 尤其是在当今的主流社会 不是一个可以被拿得出来 可以被公开认可的一个文化 所以说你会发现 尤其是进江文学城 2014年有一个叫净网行动 就导致很多的小说就下架 就看不到 甚至单美这个词都不能出现 后来被标签为纯爱 对 然后接下来就等等等等 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你会发现 这样的小说居然未养着一大批的粉丝 甚至我相信 假设这个小说 你去问你的父母一辈 包括咱们中文系的很多老师 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你们学生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听说过 甚至单美小说 大多数同学还能列举出一大 好多部 好多部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的个体的人的价值观 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可能建构大家价值观的 不是那些经典的严肃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对于你们90后 00后的一代 你会发现 鲁迅可能对你的影响未必很大 什么对你影响比较大呢 比如薛之谦 但是你知道薛之谦对你的影响大 他并不是说薛之谦教会了你什么东西 宣誓了你什么东西 而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他的歌 通过他的歌词 通过一部两部的电视剧 通过一部部的小说 你在轻松愉悦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他潜在传递出来的价值观 而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文学 你会发现 似乎对这些研究对象视而不见 尤其是经典的传统文学 对这些研究对象视而不见 那么就需要有另外一批 重立一批 就是一套理论 或者一套研究方法 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而这种研究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就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专用名词 叫做文化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的就是 所谓的文化研究 当然我在这里要 首先在讲文化研究之前 我首先要给大家要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文化研究 所谓的Culture Studies 是一个专有名词 而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 不是Study of Culture 如果是Study of Culture 那么它是关于文化的研究 那所有的只要是研究文化 都可以叫做文化研究 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文化研究 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源自于哪儿 源自于英国 源自于博明亥 源自于博明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引申出来 另外的一套 关于文化研究的重要的理论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 来介绍关于文化研究 那么当然在介绍文化研究之前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在文化研究之前 它有很多的思想 传统的思想脉络 我们要先了解它的思想脉络 第一个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渊源 广义上而言 文化研究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 就是可以被纳入文化研究呢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还有之前我们讲的 所谓的阿尔都塞学派 都可以被纳入文化研究当中 当然除了法兰克福学派 阿尔都塞学派之外 接下来那当然重要的 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 而狭义上的文化研究 就指的是英国文化研究 那么英国文化研究怎么来的 它根据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来的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 有主要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文化与文明传统 文化与文明传统 那么这里边主要代表三个重要人物 马修·阿诺德 TS·埃瑞特和FR·利维斯 这三个人 他们一个重要的 一个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它诞生于英国 主要的一个背景对象 就是工业革命以后 工业革命以后 文明文化社会 当下文化社会出现了一种倾向 叫做什么呢 世俗化 公立化 技术化 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化倾向 他们提出了一种观念 要什么呢 人文至上 文化优先 精神至上 这就很类似于 如果大家了解中国90年代的话 90年代初期 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吵论 对 王晓明 从在上海文学发展 就是矿野上的废墟 其实就是面对 当市场化 商品化冲击之后 接下来 这个文化当中出现了 有的人出现了 所谓的堕落现象 当时他们一批人就开始说 我们要重回人文精神 那么英国文化传统当中 文化与文明传统当中 就是这些捍卫的 所谓人文精神的这批人 那么简单来了解一下 这些人的基本的代表思想 第一个是马修阿诺德 马修阿诺德也是 面对工业革命 社会的公立化 世俗化 传统的人文价值渐渐衰微 重物质 轻文明的现象 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流行 于是呢 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 叫做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那么他面对这样一个现象 他把什么作为一个重要的 拯救的工具呢 把文化 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理解 是非常的崇高 他把文化作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他认为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 他觉得文化可以激活贵族思想 文化可以教化中产阶级 同时文化也可以抵制无政府状态 抵制无政府状态 那么在这个里面 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的认识 他有了极强的阶级意识 而且具有极强的精英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基本上对他的一个判断是 他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向 他认为文化本身就是应该 尤其是高雅文化 经典文学 就是由少数人定义的 文化就是那些精英知识分子 来去决定的一个基本的走向和基本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对文化具有的极为浪漫的认识 同时也有极强的精英认识 你看他这个题目当中 无政府状态 而这个无政府状态 指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文化呢 工人阶级文化 这里面可见 马修阿诺德的某些精英意识 当然如果大家了解马修阿诺德的话 你会发现 马修阿诺德对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 很多的中国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你会发现当时很多的中国作家 开始翻译马修阿诺德的作品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的熏陶 然后把那种 就是中国人们社会当中那种混沌人格 改造成为一种健全人格那种期段 于是 比如当时蔡元培特别强调 以美誉代宗教 鲁迅强调的对于国民性的改造 这种他们需要找到理论之声 于是他们发现了马修阿诺德 然后接下来他们开始不断的去翻译他的作品 对中国的五四现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是毫无疑问的 好 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 TS埃瑞特 TS埃瑞特 我们之前在讲英美新批评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埃瑞特的相关的观点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强调的是 埃瑞特关于文化的认识 埃瑞特特别强调什么呢 文化的有机性 他认为文化是什么 人文化是人类整体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复合文化的概念 当然TS埃瑞特 他在对文化的认识上有没有精英主义倾向呢 有的 依旧是精英主义的 所以说如果你去看埃瑞特的这个作品 你会发现他对于玄学派诗歌是比较推崇的 比较推崇的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也就涉及到 就是玄学派诗歌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是完全是基本上是陌生的 基本上不太熟悉 但是在他们看来 因为他毕竟代表了某种精英文化 他写过一本书就关于基督教的思想 关于文化定义的扎记 特别强调了这个 所以说他也具有了某种的精英文化观念 但同时有了精英文化理念 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就是那些少数的占有文化资本的那些精英们 你们占据了精英之后 接下来应该采取教化的方式 让大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 好 接下来第三个人 这个三个人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三个重要传统 第二个就是FRD 第三个就是FRD维斯 利维斯 利维斯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好像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叫做大众文明和少数文化 1930年 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而这本书当中你会发现大众文明 少数文化 它有了一个典型的文明与文化的之间的对立 而且文明在他那里强调的是物质性的 而文化在他那里强调的是精神性的 文明是大众的 属于大众的 文化只是属于少数人的 当然这是他的对立 这是他的观点 当然也有另外的反过来说 文明才是少数人的 文化才是属于大众的 那是另外的一种说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建构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 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对立 和大众和高雅之间的对立 建构这个对立 而且他特别强调的是 在17世纪以前的英国社会 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社会当中 文化具有整一性 统一性 然后接下来是生机勃勃 而且他认为那是英国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就会出现了文化被分解 分解为少数文文化和大众文明 于是他在这个基础上 他特别批判大众文化 对大众文化是批判的 而且他的努力的方式是通过发展人文教育 以力图抵制技术化商品化 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在探讨文化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早期的时候 基本上他有着一个明强的精英主义意识 而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建构起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序列 我在前两天在给上文学理论课讲文化的文学的雅俗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就提到 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如果从严格学术意义上来讲 所谓的高雅与大众 所谓的雅与俗 所谓的多数和少数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绝对性的界定标准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从标准 从绝对意义上 从学术来讲是没有的 你很难 你只要是列出一个标准 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些反例 比如说你是不是从思想内容上看 你觉得思想内容上呈现正能量的就是高雅文化吗 不一定吧 就是那个负能量的就是通俗文化吗 不一定吧 因为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往往越是高雅文化 越是没有什么正能量 比如说像阿Q正传 有什么正能量吗 比如说像《红楼梦》 正能量在哪里呢 都是一个大悲剧 沈从文的作品 鲁迅的作品 大部分作品 你都读不出正能量 相反 有的时候通俗文化 你去读金庸的小说 很有正能量 很励志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按照思想内容上来去区分 高雅和通俗 好像很难区分 那你从什么角度来区分呢 比如说有人从技巧 运用的技巧 高雅文化 说高雅文化运用的技巧比较纯熟 通俗文化 技巧比较拙劣 你觉得有道理吗 这种观念 文学形式的技巧上 有道理吗 听上去乍一听好像是 但是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往往不是这样的 往往什么样的作品 运用技巧 比较特别强化运用技巧呢 往往是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 为什么通俗文化 要强调技巧呢 因为它要通俗易懂 它要让老百姓都能够 每个人都能够理解 所以它特别强调 讲述的方式问题 相反 高雅文化在形式上 因为它高高在上 它不需要让大众来理解 所以它在形式技巧上 它可能很多作品 不讲求技巧 它只讲求 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技巧 形式层面也未必能够 作为一个高雅文化 大众文化 一个区分标准 那到底还什么东西 能够作为一个区分标准 到最后我只能 你会发现 到最后只能退回到什么上呢 退回到创作意图上 创作意图 高雅文化 是为了艺术而创作的 大众文化 是为了流行而写作的 对吧 比如说像 大家都知道 之前上课里面提到 比如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 对吧 他写完了以后 写完作品 他就不想让人看 对吧 所以说死之前 想要把自己作品 宣布作品都烧掉 但是他这个朋友 这个助手 一看不能烧 于是接下来 卡夫卡作品 才留到了今天 对吧 你可见卡夫卡在创作的时候 根本不是为了流行 根本不是为了让大家看 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 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那什么叫做高雅文学 那高雅文学 是不是为了流行 就是从创作目题上来看 是否是为了流行而写作 能不能作为区分 高雅文学 对于大众文学的之间的区别呢 好像是这样 这个好像比较靠谱 但是呢 你要再去翻看文学时 你会发现 很多作家的创作 其实意图就是比较功利的 比如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 他创作就是为了 领一些稿费 然后对吧 然后吃喝玩乐去 然后这样哪天一缺钱了 然后接下来再去 写几篇小说 那好 请问他这写小说的目的如此之功利化 他写小说的目的如此是不为了艺术 请问他能不能创作出伟大作品 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你从一个很客观的一个静态的角度 你会很难衡量出高雅作品与通俗文化的一个绝对界限 但是我们又有着这样的一个关于高雅和低俗的一个区分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我后面要讲到的 文化研究如何处理经典作品的问题 文化研究会告诉你 经典作品其实都有着一个经典化的历程 一部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 往往并不是说在诞生之初它就是经典 比如说墨延 墨延在当今时代我们大家都认为 那绝对的是中国的高雅作家 对吧 墨延跟唐家三少肯定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对吧 那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墨延为什么是被称为经典作家呢 你会发现墨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 获得诺贝尔奖之前 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墨延 我说的是非中文系的人 就是一般来讲你要学过中文系 你还知道墨延 但是如果是没有读过中文系的人 你看整个的中小学的学生 很多的人没有听说过墨延 那好 墨延一获奖 接下来墨延的地位被提升 这就是墨延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传统的这种文化与文明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传统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对文化研究有所启发 而文化研究绝对不是简单的继承这一传统 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批判和有所反思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传统 文化与文明传统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传统 第二个传统就是文化人类学传统 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传统 这里边就要给大家提到一个人叫埃德华泰勒 埃德华泰勒 可以这么说 他是西方人类学的创始人 是人类学之父 具有极高 在人类学领域当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而且还是第一位历史上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类学家 他的研究方法就是文权 是一种纯野路的研究方法 之前我们在讲人类学的时候 或者说讲原型结构主义的时候 叫弗雷泽写金枝的那个 就是他的学生 他写过著名的这本书叫原始文化 1871年 这本书可以说也是 一个人类学的一个经典著作 那么他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特别强调什么呢 就是文化 它本身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这个就让他的文化观点有着某种什么样的色彩 这种从低级到高级的 也特别像什么呢 进化论 当然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来看 肯定是有问题的 文化怎么就一定是低级到高级 你怎么能说古希腊文化就是低级的 说我们当今文化就是高级的 这好像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认知 但是这种观点 他要提出有它的积极意义 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就是你要知道 这种文化与文明传统 它背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是文化是倒退的 明白这意思吧 他总觉得过去那个文化才是伟大的文化 美好的文化 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人都堕落了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 技术化商品化等不等的市场化 导致我们现在文化都是堕落的文化 都是倒退的文化 但是这种进化论 有别于传统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 它提出了文化的一种进化的方式 而且因为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他特别强调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基本要素 就是习俗 这个对后来的文化研究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在传统的文化研究的过程当中 总是把习俗这个东西排除在文化之外 就是什么 他们认为文化就要研究那些经典的 成型了的 已经被规定为是伟大的作品 像习俗民间这些小的文化样态 往往是被排除掉的 但是爱德华这个泰勒的这个观点 他把这个东西纳入进来 而这样的思维方式 后来也被文化研究所运用 当然他还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 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呢 这个在当今已经成为了 尤其是文化研究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 我们大家都人所共知的一个研究方法 叫做民族制研究方法 民族制或者叫人种制 就是你要进行田野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被文化研究所利用 说这个研究方法非常具有的科学性 以及它的普遍性 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作为一个成为研究的一个支撑 这是第二个传统 第一个文化与文明传统 第二个文化人类学传统 第三个就是英国近代以来的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传统 当然这个马克思是早期的 马克思主义传统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著名的英国的一个理论家 叫做卡德威尔 他是整个文化理论当中的一个 我觉得他的理论可以说 他的地位可以说是被我们当今时代忽略了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理论家 但是好像目前的文学理论教材当中很少提他 很少提他 他的著作现在你在网上一搜 你就能搜到 卡德威尔的文学论著集 他是把文化跟什么东西联系起来 他把文化与社会发展 社会政治经济 物质生产水平 相联系 文化与社会物质生产相联系 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而不同的文学的样态一定跟这个产生这个文学的时代背景 物质生产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有着必然的直接的联系 比如说他就强调这个诗歌的起源的问题 这都是他在这个 而这个物质生产 特定物质生产水平 跟什么相关系呢 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系 这就是重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继续